Hello 大家好 我是冠雨 今天想和大家聊的是 马斯队如何得到多一张乐透签 那么只说错了地方 还请大家指正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吧 随着马斯队抽到了状元签 估计目前Victorian 满羊马 确到马斯队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而且正常情况下 马斯队在从急区重建 基石和拉高球队上线的考量上 应该是要选入Victorian 满羊马 所以目前马斯队除了状元签 算是有确定要选入的人选 其余在本届选秀大会的签位 要发生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 马斯在2023年选秀大会 目前攻击是有三张签位 分别是索轮第一孙位 自家赤轮第33孙位 以及来自蒙蓉的赤轮第44孙位选秀签 但马斯考虑是重建球队 其中为了摆脱过去不上不下的处境 更是将当家处境的Yonte Murray 交易到老鹰队 同时也把非常好人的Yakopodo 送到蒙蓉队 因此马斯队如果再盘点他们的未来资产 我觉得不能只看2023年的部分 甚至不单单是选秀签而已 尤其当这其中会涉及到交易的话 马斯队截直到2029年 选秀签的部分 攻击会有14张手轮签和18张赤轮签 这还是在扣掉了2024年 要给驴山巨一张赤轮签的情况下 而尊重的球员 不管是正观球队 会有意愿补强的极战力 像是Doc McDermott 甚至蛮低调的人选Devante Graham 这些如果马斯交易走 说能至少换张手轮签 应该不会太过分 甚至在不计或许一个年轻前 离家吃轮签也有可能 或是把目光放到像是年轻球员 但有机会交易走的 比如Keldin Johnson 目前也就他的部分传得比较凶 能看出其实马斯队的未来资产结合 选数签和阵容来看是相当丰厚的 因此我想表达的是 目前马斯队积极在尝试 想换取多一张手轮 甚至乐透签其实可能性并非没有 而且说真的机会蛮大 看到这样的消息 马斯球迷绝对是可以期待 看看马斯队为了在本届选手大会 换取多一张手轮签 会有怎么样的操作 然而马斯队即使给他们 真的换到多一张手轮 甚至乐透签 他们选择的方向会是什么呢 虽然正常逻辑应该都是看一号位 但之所以会问这一个问题 相信我们看完马斯队各个位置的深度以后 大家就会大概明白 其中有一些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号位的部分 目前确定下个赛季有合约的群人 是Devante Graham和Blake Wesley 二号位则是Devon Versill和Malaka Branham 三号位有Keldin Johnson和Doc McDermott 四号位有Jeremy Sohan 五号位有Zad Collins Charles Basie和Ken Birch 这里确定有合约的群人已经有10位 加上还有Trey Jones Kita Bates Diop Sandra Mamukalashvili Romeo Lanvin Julian Champagne和Dominic Barlow 这种群人去留的部分还没有处理 个人的看法 Trey Jones肯定是要留的 Sandra Mamukalashvili也会留下 Kita Bates Diop每一位马斯队应该会将其放走 剩下的Romeo Lanvin Dominic Barlow和Julian Champagne 理论上讲马斯队应该要留下 然而要全速留下 即使不考虑群队名单空格的问题 当然是养成空间以及资源的角度来看 或许就会非常拥挤 所以在本届选手道会有庄园签 并且肯定会用来选Vitoyman Yama的情况下 并且还有两个次轮签都用来自选的话 加上肯定留下Sandra Mamukalashvili和Trey Jones 名单上又有10张合约 马斯队其实大名单就已经是爆满的状态了 简单来讲 其实马斯队除了选手以外 休赛期我觉得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留下Trey Jones修行 剩下的其实放掉或看看后续发展怎么操作 我个人是觉得没有多大的问题 只是说我蛮希望马斯队可以认真将Doc Mekdomo和Cambridge 两人都放上交易台换回一些未来资产 从这里 大家就可以看到第一个问题 也就是两张四轮签 会使得Roman Lanford Dominic Barlow和Julian Champagny 要竞争一个储队名单空格是难度很大的事情 再来第二点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马斯队四号位的部分除了Jeremy Sohan以外 是没有什么备选方案 当然是有看到一些想法是说让Vitoyman把Yama打四号位 我个人其实也蛮想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 但这是否去意味着Jeremy Sohan要打替补了 或甚至让其打空球 也不是没有尝试过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二个问题 Vitoyman把Yama来到马斯以后会打什么位置 这个很重要 是会影响到马斯队未来整个舰队的方向 以及未来选情和招募的人选 如果Vitoyman把Yama打四号 Jeremy Sohan打取一号 那么是否还有必要再去大飞周章 换来一张索轮乐透签去找一号位 这个就要想想了 甚至如果从Jeremy Sohan的角度出发 Vitoyman把Yama的到来如果打四号位 会更加使得他是否有办法连出合格的外线能力显得更重要 毕竟他的防守多元性和瓶颈是有的 进攻段是他相对比较大的问题 以上是Vitoyman把Yama打四号位的部分 当然有球迷可能会说马斯队说不定找来多一张乐透签 是为了找三号位呢 我个人不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 然而这是不是就代表马斯队有可能要交一走Kelton Johnson了呢 至少我觉得23-24赛季 Kelton Johnson应该还是有机会继续升聘马斯战袍 而过去一直提到的问题 也就是当他进攻段一挣扎 就会开始依赖回Cash & Shoot的问题 甚至缺乏在没有外线手感和切入终结被针对性防守时的一个过渡进攻方式 将会决定他未来在马斯队 是否有一定要存在的必要 简单来讲 23-24赛季如果这个部分依旧没有进展 要么就是交一走 要么就是留下不过沦为替补 或是重建计划中角色新球员 毕竟马斯重建的话 肯定还是希望能在三号位养出一个高上线的彻影球员 苏非Vitoymaniyama 可以在两年内直接成长起来 那么整个思考方式就不同了 也就是马斯队要开始拼机后赛的话 Keldin Johnson依旧没有办法改掉老问题 那么他转打副手作为功能性群员 其实也会是很不错的一个方式 所以大家能看到 Vitoymaniyama的定位 甚至成长所需要的时间将会对马斯队相当重要 甚至会影响到非常多的东西 那么如果Vitoymaniyama是打5号位呢 那么我觉得情况就会简单很多 也就是马斯队的5号位只要专注于Vitoymaniyama Zack Hollis Sandro Marmokolashvili Kembersh的Charles Bezzi要清掉不会是难事啦 而这样的情况下 马斯队如果再换一张所轮签 那么大概率就是电高1号位上线 这也是目前所有消息所展现出最有可能的走向 以上分析下来 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 就是马斯队有可能不会两张次轮签都留着自选 肯定会有操作 第二 所有的消息和迹象目前看来马斯队 找来多一张乐透签应该是用于找来一名 电高1号位上线的年轻潜力 那么今年1号位的待选新秀 基本上乐透的部分就可以分成两个等级 最顶级的会是Squad Henderson和Armen Thompson 第二等级则是Kason Wallace Nick Smith Jr.和Jalen Husherfino 甚至如果把Ozer Thompson当作空位来看茅姿也可以 然而马斯队要选到Squad Henderson或者Armen Thompson这种 基本上一定要是前世孙位的选手签 别说前世孙位 目前马斯队要换到像是火赛的第五 或是魔术队的第六孙位 至少交易走多张未来的索轮签 甚至还要搭建一名年轻潜力分分钟都是需要的 所以如果真的到手交易走David Purcell Kelden Johnson甚至Jeremy Sohan 这虽然听着疯狂但确实有可能 所以考虑可行性和效益的部分 马斯队更有可能尝试交易的索轮签 火箭队的第四孙位选手签 甚至火赛的第五孙位选手签 都有传出不排除交易的可能性 然而代价的部分我想至少现阶段的马斯 是没有办法做到 甚至说应该不会愿意去匹配 所以往比较实际的方向看下去 基本上媒体给出剩下可行性较高的交易包也就四个 然而真的分析下来 有可行性的交易包真的还有四个吗 来看第一个就是和爵士队谈交易 具体细节位马斯队送出Devante Graham 本届选手大会赤轮第33孙位 和手上持有的2025年共流队选手签 换来爵士队本届选手大会第九孙位选手签 爵士队的部分考虑这个签位 应该是找不来他们所想要的即使等级天赋 甚至说一号位核心 毕竟正中已经有可以围绕舰队的Laurie McKinnon 应该是存在着放弃本届选手大会 换取一张未来索轮签等待到手再选的动机 放在第一个来聊 熟悉这个频道的球迷就知道 肯定是我个人觉得可行性相对不高 因为爵士队即使愿意把本届第九孙位的签位往后退 但是否愿意退到2025年 这个会是爵士队如果交易走第九孙位最大的影响因素 虽然可能有球迷会觉得感觉上送了一个Devante Graham 一个次轮第33孙位选手签 和2025年持有的公流队手轮签 换本届选手大会第九孙位选手签 感觉上有些许不太足够 但基本上整个交易报的框架 差不多就是这样 差别只是需不需要在网里边加一些筹码吸引爵士 而且马斯队也要思考 本届选手大会第九孙位的价值 真的有大到再贴未来资产进去吗 个人是觉得爵士队肯定会跟马斯队 要来Kelting Johnson或是David Vercel 反正这将会是马斯队的底线 因此双方这样看下来 即使达成交易的机会不大 况且爵士队也存在着 先拿进一个控除来练的需求 我们往下看第二个交易报 就是换取独行下本届选手大会的第14孙位选手签 目前看到大部分媒体提出的交易报如下 马斯送出Zack Collins Devante Graham 加上2005年手上持有的老鹰对手轮签 换取独行下本届选手大会第14孙位的选手签和David Vercel 可能马斯球迷看到这个交易报 会想马斯不是前阵子已经表明 希望Zack Collins长期留下来了吗 这个部分我只能说胡人队的Kelkusma 应该蛮有体验90了 而且那时候马斯队也不知道自己会错到状元签 你说是吧 这种东西反正我觉得处在一个 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变化的商业联盟 听听就好 而独行下的部分 可能球迷会觉得独行下没有同意这个交易报的理由 我觉得这一个部分真的蛮有讨论的空间 首先独行下阵容缺陷 缺乏第三持球点 也就是Luka Doncic 凯瑞 二饼之外的持球点 侧翼残破的防守 内心的劣势 然后结合起来看就是球队阵容深度的缺乏 哇这么讲下来突然觉得独行下真的有点辛苦 而这比交易暗 虽然看着好像没有解决到独行下眼下最严重的侧翼防守问题 但实际上也给独行下 其余的问题提供了某些层面的帮助 而最大的幼鹰还会是2025年那张手轮签 我不会说Devontae Graham和Zat Collins加上一个首次的老鹰队2005年所轮签 就和本届第14位的选手签有同等价值 但先不说帮助独行下清掉了那一张David's Bertans的浪月以外 其实我觉得Zat Collins和Devontae Graham将会提供给独行下 他们所需要的阵容深度 这个是从交易大线独行下换来Karrie Irving以后 说没有解决到的问题 甚至说暴露的问题 这两人都是随差己用的战力 Devontae Graham作为第三持球点 其实也算具备合格的持球能力啦 而Zat Collins的技能包不仅比Dipo来得还要丰富 其实防守的部分在禁区球员里 也算中上等级的水准 至少比Christian Wood要好一点 而马刺队则可以用第10顺位 看看有没有机会拿到像是Kazen Wallace Jenner或Shifino Nixby Jr.甚至Other Thompson Anthony Black也可以啦 其实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虽然是彻以大年但独行下要想拿到 可以帮助拯救球队彻以防守的球员 老实讲机会真的不大啦 除非能拿到Teller Hendricks或是Jeris Walker啦 不然马刺这个真的是可以稍微想一下的 那么从第一笔交易报看下来 大家能发现每个的可行性似乎都有在提升 接着我们来看一个和雷霆队的交易思路 具体细节为雷霆队送出本节选手大会 第12顺位选手签 马刺送出Zat Collins Dog McDermott和一张2024自家前十顺位保护的手轮签 雷霆队在上个赛季打进了附加赛 并且球队目前看着也应该是走出重剑 准备要开始拼斩机 因此必须选进一个乐透末段的年轻潜力 或许转手将这个乐透末段的选修签 转换成未来的选修签 来帮助他们未来找来球星或是一些好用的战役 来提升球队深度和竞争力会使更有可能的走向 而这一笔交易也完全是满足了雷霆队两方面的需求 首先就是Zat Collins才刚刚交出生涯代表年的情况下 他的到来将会更好地巩固雷霆队前场战力 并且随着Chair Hong Green刚刚上一辅出 坦白讲雷霆队一定会很保护他 因为他是球队未来很重要的一部分 因此Zat Collins的到来 也会给Chair Hong Green有更多慢慢适应比赛强度的本钱 而Dogman的Mod这不用多说了吧 有身材加上水准以上的三分能力 将会给雷霆在车位置提供深度 基本上两人都可以给雷霆队的轮替大家不少的帮助 然后2024年的手轮签 如果今年雷霆队表现够好 能说服球队做出一些大动作 那么对线期较短的选修签价值绝对是高过那些 还要等两三年的选修签 如果雷霆队这个还是没有什么可行性而言 那么魔术队其实也是可以考虑的交易对象 2024年手轮签是顺利保护选修签 本届选修大会次轮第33顺利选修签 以及Malaka Branham 去年选修大会的第20顺利年轻求援 而魔术则是送出本届选修大会的第11顺利选修签 正常情况下 魔术队应该会把想要选的目标用第6顺利选掉 而随着魔术队已经有一组相当扎实的重建基础 确实没有到很需要两个勒头签选进来的新手 所以将其中一张选修签 转手交易层更多未来资产 或许对于魔术队长期而言会是更有可能的决定 所以这么看下来 不知道大家觉得哪一个交易方案的可行性最高 我个人会更倾向魔术和雷霆的交易机会 站在马斯的立场 除非是可以换到碳化或是第4树维拉 否则凯顿Johnson应该是不会交易走 至少也还会在马斯阵中多一个赛季 而且说真的 至少这个时间点我觉得马斯队也不敢交易走凯顿Johnson 首先就是一个场均有22分的球员 我是不信马斯敢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动 而且在观察多一个赛季 是他成长情况在做决定会更像马斯队一般的风格 或甚至说正常的球队都会这样做 那么如果大家觉得不用担心得分的部分 那么再思考多一个问题 如果真的交易走了凯顿Johnson 那么他离开后的空缺也属于可以补上 所以才说如果有机会往上换到 选路斯国Henderson或是Armand Thompson 马斯队才会打动干戈去交易凯顿Johnson 否则的话感觉整体效益并没有到很大 好的那么关于马斯队如何得到多一张乐透签 大致整理的就这么多了 不知道大家还有哪些看法呢 大家觉得马斯队有可能换到多一张乐透签吗 又能何随换 凯顿Johnson会是交易的一部分吗 欢迎大家留言轻松聊天 让我知道你们的想法 另外喜欢本期影片 不妨点一下超级感谢支持我呀 本期影片就这么多了 我们下期再见